嗨,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Fimmer 9各个参数的设定 打开软件后,首先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对话框左侧是选择项目的播放尺寸 默认的是16比9的宽屏 下达菜单我们可以看到1比1的是Instagram 9比6是Portrait,也就是画像 这是手机的标准 4比3是默认的标准 21比9就是影院大片的尺寸 这两个矩形是一个新的项目 点开这个,如果说已经存在的一个项目 我们可以选择在右边 这是最近使用过的 也可以打开查找你的文档存放的路径 右下角每次打开的时候都会显示这个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出现就是为了你的方便和使用习惯 如果说你不想这个窗口 每次打开软体的时候出现 那就把它取消 我们选择新的project 进入Fimmer 9以后 我们看到是英文界面 找到file到处第二个preference参数设定 首先我们对语言进行更改 Fimmer 9支持中文繁体格式 下拉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支持台湾版的繁体和香港版的繁体 选择台湾 为什么没有中文简体 是因为Fimmer这款软件是中国大陆公司研发的 那么它在中国大陆有一个版本叫万星喵影 它支持简体中文 那么对中国以外的默认是英文 中文的话只支持繁体 下面有一个Fimmer启动时显示工程列表的创体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我通常就是不显示了 也不要自动显示消息 有时候会打开软体的时候 会出现关于Fimmer的一些最新消息 我也勾选了 再看一下档案夹 档案夹是你对Fimmer使用以后 档案存放位置 我使用的是Windows版本的 那么系统默认的安装都是在C盘 我一般把它更改到D盘 再看第三个编辑 编辑的话只要有默认时长 比如说照片 转场 特效 冻结真的时长 大家对这个时间可能还不是太熟悉 我建议整个编辑的窗口不要进行更改 等大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对使用习惯掌握了再可以灵活的更改 再看第四个存档 Fimmer默认是每5分钟自动被分了project 这是存档的位置 这个选项我也建议大家不要更改 因为这个project比较小 也就是几十k到几百k 再看最后一个性能 如果你的电脑配置非常高的话 可以开启一下GPU加速来渲染及播放 预览渲染软件使用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都不要使用预览渲染 好 选择好 我们再对专案的参数进行设定 这块有一个高宽比 就是刚打开文体的第一个窗口 我们就不介绍了 第二个解析度也就是分辨率 都是针对高清 还可以有4k的 看你的图放的平台 还有喜好 也可以手动设置 帧速率 默认的是25 一般情况下使用都是到25到30 所以说在这个区间内 你都可以设置 选择确定 好 这就可以了